谁呀 又有一份外卖 对 还是同样的订餐人 肯定是谁个作剧 故意想要吓我们 主人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小园子订的外卖呢 小园子已经死了 他怎么给我订外卖 主人 别害怕 是我在天堂给你点的外卖 多吃一点 病才会好得快 主人 你不吃吗 我吃过了 其实我都知道 主人为了攒钱给我看病 自己一直舍不得好好吃饭 我以为自己死了以后 主人就不用攒钱给我治病了 就可以吃得好一点 可我看到主人每天都很难过 不好好吃饭 所以我才给主人订的外卖 小园子 主人 你不要替我难过 我能在活着的时候遇见你 就是我最幸运的事 我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让我担心 小园子